3月1日,于上海地铁11号线相接的苏州地铁11号线开启空载试运行,预计将于今年6月正式运营。 届时,护苏两地将正式进入地铁同城化时代。 于2013年10月延伸到宽山的上海地铁11号线,拉近了江苏、上海两地之间的空间距离。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实现工作在上海,居住在花桥的双城通勤生活。 苏州地铁11号线于今年6月通车后,将成为上海、昆山和苏州市区之间重要的交通联络通道。 我们以前开车去苏州,老是堵来堵去的,而且你开车的话,现在油价有比较高嘛,我现在坐地铁过去就几块钱,多方便。 我家住在新区嘛,花桥新城区,比如11号线也只有几百米的距离,然后直接就来到花桥地铁站,这样的话就不用我说成功交车了。 到上海的这个时间呢,就大大的缩短了,还是非常便利的。 苏州地铁11号线全长41.25公里,设站28座,其于苏州工业园园区为停站,于苏州地铁3号线换乘,东至宽山市花桥站,于上海地铁11号线换乘。 正式运营后,上海乘客自花桥站换乘,可无缝衔接乘坐苏州市域各条轨胶线路,相较于自家出行,在舒适度和经济性上都有着明显优势。 我们新建了三条换乘走廊,那么两边的两条换乘走廊是属于免安全的换乘通道,中间是相当于新增的一个出路口,大概是在五分钟以内,我们就可以实现两个站点时间的换乘。 目前这个两个花桥站的换乘票卡互论,我们正在积极地研究,暂时还没有实现,但是肯定是我们研究的一个方向。 据了解,目前苏州地铁正和上海有关方面积极对接,争取能够打通乘车各个环节,真正实现苏州地铁11号线与上海地铁11号线五感换乘。 苏州轨道11号线,经过我们苏州工业园区,昆山中心城区,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和花桥国际商务城等地区,我们这条线路对我们苏州和昆山城区这个中心的辅射能力会有很大的增强,对我们实现这个长三角城市群的协调发展有个积极的示范作用。 感谢观看